OK,Hello Anyway 上次好像沒有錄到 所以再重新來一次 花費我平日時間 Anyway我們之前交到 大概在區域變速過水這邊 因為我們可能會需要 過一些水 我再說一次就是在 確保用 不理他 他會在這上面 好 丟到最下面 再做一個類似過水範例給你看 大概就是在 我直接打虛擬Code 比如說 Function過號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List 可是呢 裡面有一個FunctionTool 比如說 Temp等於 Function 可是當這個 Function執行下來的時候 他自己有個List 所以通常會在外面這個Function 裡面 再多一個變數 比如說 Self OK 那外面的Self Self 外面的Self就可以傳到裡面這邊來 所以外面有個List就可以拉進來 那這兩個變數就可以同時存在 而不是一定就只有一個List 然後 Anyway這邊就是過水的概念 好 然後今天要講的是額外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是之前完成的 先略過 MV 這個玩點demo 那 可是我還是要一個 不想打了藥 不想打了藥 來點 Anyway OK 我要有這個Curry 就好了 這些都先刪掉 等下再解釋 好 先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講 很偽 偽裝的 那個 不是真的Thread 那 JavaSquare裡面有一些概念可以做到 這個動作也就是 做一些 動作然後讓它變成 類似不同的Poset 在跑 可是JavaSquare當時的概念來說 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是 所有JavaSquare其實都是SinglePoset 所以其實 其實一個時間只能做一件事情 那就算它用 類似SetTimeout 或是SetTimeout 可以達到類似做 一次 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 其實它任何一個 MicroSecond 它也是做一件事情而已 那 什麼是SetTimeout SetTimeout 其實很簡單 那 做一個小小可愛的demo 比如說 這邊有個span 好 那 那 一樓 然後 我們之前有上CSS 所以這邊可以上 Style 那我們可以把span做一些外觀 比如說 px I B OK 這自動譜完 I position of slew position of slew 之後可以設 這之前講過 就是 top 0 left 0 OK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跑到最上面去 然後 它本身是 block 那我們先 欸 還要一個背景顏色 cf spx OK 先看一下這長什麼樣 OK 它長這樣子 再來是 那我需要 我就可以開始做動畫 比如說 先來講一下 一般的動畫製作 一般動畫製作 一般動畫製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段時間 跳一段時間 跳 那首先我 需要先取得 span 那 我看一下 對 這邊還沒有講到這顆粒 可是我先用這顆粒 手法來完成這邊的事情 那 我先取得span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 這個另外寫個function OK 有個叫temp的function 然後我可以找出span出來 外面加一個 offset 等於0 因為它從0開始跳 那 之後呢 offset 加等於10 就好 好 那每一次做什麼 每一次做的其實動作很簡單 其實就 css 然後 這邊 css裡面可以傳一個 叫 object 東西進去 之後可以設 top 比如說 offset 加上 px 因為它css有單位 所以你要把px加回去 然後再來一個 lft px OK 好 那 這邊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 跑一次 然後 然後 它會位移 然後 會往 右下方移動 然後每次移動距離是10px 那 所以每一次都加等於某數 然後它就一直在用look 那 可是如果我這邊 一次做 比如說 for vi vi 等於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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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你會發現 它一下就跳完了 這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是要一個 循序漸進往下 跑 那所以 就會出現一個東西叫做 set time out 那 set time out有個其實點 比如說 一次 一個其實點 比如說 第一個名稱加上FunctionName 它不是String而是FunctionName 所以你要把一個Function傳進去 但是你記得不要把它執行 因為執行會直接執行這個 你應該把一個Function傳進去 那然後再來是 後面是毫秒數 比如說1000 1000就是代表1秒的意思 可是setout其實不是這樣子用 因為setout需要自己call自己 所以setout應該在這邊 那我打到400就好 那 之後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你的東西需要一個起始點 本身就是一個起始點 那再來是需要有終止條件 不然這個Function 因為 Touch到這一段程式之後 程式會從這邊執行到 那它到這一段程式的時候 其實它會hold hold大概 400秒的時候在call自己 所以這邊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那到這一行的時候 其實下面的程式會一直執行下去 所以其實這邊可以做一個 類似樹莊分支的動作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會發生什麼 OK 每400秒移動一格 所以它就慢慢的跑 慢慢的跑 那 你當然可以讓它順一點 比如說加等於1 然後加等到20 就好 之後就會很順的平衡往下跑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最動畫最基礎的東西 那再來我們再重新看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其實可以做數帳分支 比如說 333 100 可是這種結構盡量不要執行 因為 進去一個 然後 變成兩個程式 那兩個程式 都還會再進來 然後這一行還會再執行 會變四個程式 所以它會一直無限的累積下去 然後會變成一發不可收拾 它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那所以 通常setout都是call自己而已 再來是 你通常還會是需要 我先把它 拉回來 糟糕了 它噴掉了 OK 剛剛它噴掉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的 方形一直累積下去 然後再來是 通常還會需要終止條件 比如說 然後 offset 小100 加等於 10 就好 OK 然後這邊是 100 那 所以它的終止條件其實很簡單 就是 小於100的時候 它才會做 然後沒有的話就停止 那setout其實很簡單 就是call 然後 你自己不call它自己的時候 其實這個程式就結束了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跑跑跑跑 好 停了 對 因為這邊就是我們終止條件 那當然如果你要做動畫 就會沒有終止條件這件事情 然後 再來是 給你們看一個網站 是我之前做的 那就要快飄網 然後不要進來玩 然後 Anyway 你會發覺這邊的 時鐘都有在跳 那它其實是 做一樣的方式來做 那等一下我們在做 神聖技術的部分 那 可是 先說前面 就是 setout其實不適合做 剛剛這個scenario 也就是它本身是clock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去看 setout的call的話 你會發覺這個執行之後 這邊說不定要執行 3秒鐘 那 再回來自己 然後再等某個秒數 所以你這個process 到下一個process的時間 其實是 這個秒數再加上上面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做那個 時鐘的tick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不準 所以setout通常 在用一些小樣處理而已 因為後來的人 大概都在用另外一種方式 叫做setinterval 在 Document 這邊 那 setinterval 有兩組 一組叫setinterval 跟clearinterval 那它們是什麼意思 就是 這邊再加一個 應該這樣比 Listener 叫holder holder等於 那 setout其實很簡單 就是剛剛這邊一直cull 自己cull到 然後就等 自己cull到再等 那setinterval不一樣 因為 setinterval可以讓它cull到之後 就一直進下去 譬如說 tame 丟在這邊 這邊一樣 那 可是它會多丟一個變數出來 其實就是它的 Listener 所以可以把Listener 打出去 然後呢 這一行就不用了 所以 它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你這邊就一直加 一直加 它定時會做 它預計 預設會是無窮無盡的loop 那 到這邊了之後 你才設 中指條件 中指條件 其實就很簡單 就像我剛剛寫的 比如說 offset 大於 100 的時候 剛剛小於 所以這邊大於等 那 另外一個變數叫做 另外一個方形叫做 cleaninterval 就可以把我們剛剛的Holder 溜進去 它其實就會把剛剛的那個動作 清掉了 那這整票就很漂亮 所以 重新整理 乖乖的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cleaninterval Holder 啊 pump OK 停住 所以這個code 跟剛剛完全表現模式一模一樣 那 所以這邊 可以留一個Listener 或是 Event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一個指標在 然後 未來可以被 另外 clean掉 那這通常會比較好用 因為你可以做 另外的 處理 而不是一定要自己 call自己 再來是他時間比較準 也就是 這個時間內一定會 觸發他自己 這個 function 本身 可是他有一些缺點是 他一些缺點是 他也會造成 你的 function 累積 也就是 這個 function 當時位在這邊 可是這個時間 如果過小的話 那比如說 這邊做完要 300毫秒 可是這邊只有設 100毫秒 所以他還是會把 你的 function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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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的移基出來 那 Anyway 這兩邊 都是 可以用的 而且 通常 看到別人家的code 寫爛一點 會用set 那個什麼 setTimeout 寫的比較好一點 就會用 setInterval 那有這個 有這個 基本的之後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 有趣的動畫 的東西 之類的 好 那所以 setInterval 跟setOut 比較 setOut一定要自己 再call自己一次 否則他不會一直延續下去 那 setOut 適合的場合 就是在那種 少量或是一次 的場合 比如說 我這件事情 只要做一次 然後我不想去 之後再去call 那個 clearInterval的狀況下 那我其實可以把這個東西 hold在 譬如說幾毫秒之後再做 那 還有一些奇怪的鬼怪用法 譬如說 在JSquad下 有用一些 類似Async的狀況下 也會用到 setTimeout來做 那 以一般animation 或是做一些 比較頻繁的處理的話 還是會推薦用 setInterval的狀況 會比較好一點 OK 那這是setTimeout 跟setInterval 那 只要 其實只要在JSquad下面看到 有這種 循環 會出現的狀況 其實都是用 setTimeout 或是setInterval 完成 沒有別的 因為 能定時的也只有這兩個方向 好 然後再來是Windows Windows 我們之前大概講過了 也就是 所有的Object 之母 所以 譬如說 如果你打一個 沒有EAL 等EAL 你就可以在Windows下面 找到你的EAL OK 那其實就這樣子 其實在JSquad 所有的東西下 都可以用 那 以新的方式 欸 舊的方式很囉嗦 因為你舊的方式 你就要開始去 到處查Document 或是有的沒有東西 可是新的方式 就這樣查就好 所以 如果你今天看到 JSquad有多了一些 多的功能可以用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在這邊查 比如說 Math 那 之後怎麼用 其實你再一個點 那比如說 點1 或是點 pi 或是點 ABS ABS 是 那個 絕對值 那 999 那 或是什麼 F 等一下 這個 地板值 0.05 跟1.005 跟1.005 天花板 OK 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 無條件進位 跟無條件捨位 捨位 我記得還有個run 4跟5 OK 其實你這樣子去查就知道 然後 你大概猜 某個東西 其實就可以 拉出來 然後玩玩看 然後不用 不是一定要去查Document 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 好 那 console.log 其實一直都在 都在看我用 那 我再說一個 比如說 console.log 然後 ok 那這個是 我們剛剛 在測試的東西 其實這邊都還可以 往下拉 往下拉 上面是 常數 也就是一般的數值 然後 後面就是 一些 可是這些 有一些東西是 那個 Kernel Code 也就是 Combine過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會找不到 Source Code 但是以一般來說 你大概 還是可以看到 它的Source Code 如果這個東西自己寫的話 比如說 Function over y 等於 好 這個是非常非常 沒有作用的Function 那你之後 可以在Windows 4RX 可以找 這我們講過的 然後 再來 是 如果你把 剛收錄出來的話 打對 OK 你其實就可以 直接看到 Source Code 所以這種情況 你去抄人家 code 或是改人家 東西都很好用 其實也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 然後 誒 我之前有沒有講 登登登登登登 誒 我的萬節也不見了 好啦 先這樣子 那 這些東西都差不多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 如果你要用的話 應該會去查 那個Math 意思是指數學的 Dat 是天的 比如說 dat new 它是一個物件 那它是一個物件之後 比如說 y等於 那y點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 得到dat 今天是12號 對 然後 或是 get foryear 比如說 2015號 可是Java Square的 有個 特殊的東西 要注意一下 因為 設計這個鬼東西 可能是一個外國人 那外國人 本身 月份裡面都是 三個英文單字 所組成的 就是 英文的月份 所以像 今年 現在是 欸 現在幾月 10月12號 那 可是它會得到 9 所以 anyway 這個數字是從0開始 所以 你要再做一個加1 才會是這個月份 這需要小小注意的地方 那 Navigator 是指 那個瀏覽器的東西 比如說 如果你要判別一個瀏覽器 到底是什麼版本 是不是IE 或是 有沒有選 OK 是不是IE 或是哪個版本 哪個OS 其實大概都是得到這一個 然後 Hitory 目前有點被廢掉 就是 它其實最大能做的事情是 回到上一頁 沒有別的 嘿 因為其他的大概都被 排除在外 沒有 因為一些安全性因素 你最多就讓使用者回到上一頁而已 好 再來是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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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在 Window.document 那 所有的 這個是 動的最起源 也就是 它其實代表本身就是整份HTML的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有說一個是 全世界的變數字母 是 Window 欸 我剛剛沒有進 OK 就可以得到它 所以 JavaScript的所有變數 最大的那一個是 Window 那 JavaScript下 一份HTML下 然後如果要拿 JavaScript去抓的話 最大的那一份就是 Document 也就是Window的Document 那所以 你去看人家Call的話 可能會看到人家這樣下 或是 這樣下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它是從Window開始 那 Window是Global 所以下面的東西都Global 那直接拉就可以 那 所有的動都會在 這一份下面 所以你一直往下拉 你一定會找到 我們剛剛 Spam的那一個 那可是它真正用法 不是這樣 它會是類似 欸 什麼 GetElementById 什麼Global 才能得到它 可是 那個東西有點生硬 所以不去 不建議你們用 應該只用 類似這顆語的 Selector 就好 因為它 會有非常非常嚴重的 流氧器版本問題 比如說 IE 或是Firebox 或是Clone 的表現模式不一樣 OK 所以 動的再度訊息 我們之前大家有談過 就是如果有一個JavaScript 可是動在上面 或是下面 會找不到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類似 Ready的語法 也就是中間這一塊 這叫做unload 它真正的寫法 其實是在這邊 寫給你看 unload 等於 這邊我記得寫 tester 好 那 concel.log in tester 跟 在 這邊 in jQuery 不確定能不能對 試試看 OK 所以 jQuery先 然後 tester 所以 可是這兩個東西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 它就是一個unload的語法 基本上也是 call相同的東西 沒有別的 如果你去看 jQuery source code的話 OK 那 這是unload的語法 那 所以你就會知道 jQuery這一段 其實就是 所謂的 Ready 那Ready 就是 當整份 Document 再入的時候 就會執行 所以 很多jQuery code 不會分 上面還下面 原因就是 因為它寫在Ready內 它會等待所有動備 再入之後 才會進來 好 那 真正來玩 jQuery jQuery的Select 其實很簡單 再重新打一次給你看 這些都多了 第一個span 然後 第二個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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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 好 那 jQuery其實很簡單 就是 它的 它有專用Selector 啊 Selector 基本上跟 CSS打一樣 可是 它多了一些擴充性的東西 欸 我再加一個 我 單字用光 好酷 OK 然後 所以它可以上 這邊其實就是 CSS selector 所以 你要上完 CSS 很會抓東西的話 其實 這邊就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這是針對 span span 同時會 找到這四個 因為 這都是span 的 tag 那 這邊還可以再加上一些東西 比如說 請 mode 那就會找到這一個 好 那 你當然也可以指下這一個 這樣也OK 那再來是 W 好 那它有個特殊的寫法 是用中括號 然後前面寫 attributeName 也就是 data-id 等於 挂好起來 酷 OK 所以 anyway 就是 裡面 欸 我 anyway 裡面就是可以放一個字串 然後放一些selector的東西 那 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解釋到 就是 JQuery在用的時候 有一些特點 你會發覺這邊是一個 匿名函數 然後 然後 掛到 結尾 然後 丟進一個叫做 JQuery的 function內 那 其中 這邊要知道的地方是 寫給你看 log money 全等於 JQuery 這件事情 好 先直接先講那個 答案是true 所以其實 money跟JQuery一樣的時候 這邊也可以寫成 JQuery 這樣一件事情 完完全全一樣 齁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而且這邊一定要建議寫money 而不是這樣子 有人寫這樣子 我非常不建議 應該這邊要寫個money 那因為 外面也有個money 先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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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我們多做一些 比如說 這是2號 這是1號 好 分號再加上去 你會發覺2號對 1號也對 那 既然外面有money 然後又是JQuery 為什麼裡面還要寫一個 匿名還數 然後這把money傳進來 那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JQuery 還在很新 很new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Portrive 那這是一個JS的 當然現在不太有人用 就是他的名字 就叫做Portrive 那 再來是 當時 就是還有一個東西 叫JQuery 然後這兩個東西在打架 那為什麼打架 打的東西都是money這個變數 那money這個東西 這個變數 同時可能會是兩者之一 原因是因為 簡單來說 就 誰先搶 先搶 先搶 先搶先輸 就是譬如說 money等於這個 可是money又等於 這顆魚的時候 這顆魚就搶贏了 那 或是這種情況 當然會點倒 所以money到底是誰 其實那時候就 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 折中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應該把money 放在這個 匿名還數內 那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 區域變數 而不是外面的這個 全域變數 因為我說過全域變數 大家都在搶 可是如果變成區域變數的話 其實就非常非常確定 欸 這顆魚就是money這件事情 OK 那 所以 如果有人用money的語法 寫成這顆魚 這顆魚寫成money 那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甚至這顆魚在引路的時候 可以把 Global的外面的那個 money的 $的使用 關掉 然後只用local的這個 money$的變數 所以 那個要先講 因為 很多人都這樣寫 然後很多人又寫money 那其實 兩個東西都是一樣的 欸 那只不過看怎麼用欸 好 回歸正題 money在這邊 好 那 selector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 我們先做一個測試 比如說我們找一個 全世界不存在的東西 比如說p 好 那我們先把council.log出來 好 那 重點這裡 那你會發覺 其實你還是有一個實體在 然後它本身是一個 像array的東西 只不過它lain40 然後 可是如果你把它 因為它是array 所以你把它的D0 拿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是undefined 因為它是一個空的陣列 然後第0個是沒有東西的齁 所以如果你要去判別一個變數 那一個動在不在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寫 譬如說 Hello 這邊 然後我們 1 1 然後 else 2 你不能這樣寫 因為它永遠都是1 因為它永遠都會有這顆油的外包裝 那看一下是什麼 這個永遠都是1 因為它即使它不存在還是1 所以你應該要再做一個解包裝的動作 那 array解包裝其實就很簡單 就把它拿出來就好了 所以把D0拿出來 然後 它就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 這個一定就是2 那 這邊說兩個 一個就是加包裝 一個解包裝 那 當然還可以重新加包裝跟解包裝 那 可是我要先找到一個有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好了 比如說 spin mo 這個東西一定有 因為上面就是這一行 那 我們一樣看它是什麼東西 先看它是什麼東西 這是mo 然後裡面有一個 element 然後 D0 就是它自己本身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洞 它最基本的洞 那 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比如說 第0個 OK 這個就是一個原生的洞 可是它 目前就 從JQuery的包裝 解掉了 那再來是 我們現在還可以再把它加回來 其實就很簡單 再把它包一層外包裝就好了 Money在這邊 OK 它又會再包過來 那 事實上 像JQuery的這個類似Initialize的東西 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含Initial一個不曾經存在的洞 比如說 spin spin 這邊直接為sourcecode進去 然後 它就可以把一個 在記憶體空間 可是不在Dontree的洞 生出來 比如說 這個 所以裡面就有一個spin 而且 是有東西的 只不過 它 它不在這個HTML裡面 那 甚至你還可以再把它抽回來 這樣子 OK 它就是一個spin 它其實是存在的 可是它只在記憶體內 不在Dontree內 好 好 那這是最前面的那個selector的用法 那 我再說一次其實就是 我再弄一個 譬如說 我們還是圓到那個 OK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集合 不管它有還是沒有 反正它就是一個集合 那 JQuery其實一直在過集合 那我 弄一個 示範給你看 譬如說 Siblings 等一下我加一個 class 我剛剛長怎樣 長這樣不好看 我看一下 spin spin 我應該有幾個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酷 孟王 酷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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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DsFan 啊 不是 因為它position position ofsloof的關係 所以它抵在一起 沒有要刪掉 好 它太醜了 滴滴 OK 當作圖片 然後 OK 這樣它就可以 打在一起 那 說一下什麼是Selector的真正的意涵 在 開始 就是 比如說我從 木開 開頭 那木是這一個 那 它可以call一個 FunctionName叫做 Siblings Siblings 就是 排除自己的所有鄰居 所以你可以再找到 比如說 點 物 那 或是在 排除自己的鄰居 那我們剛剛有用一個 新的做法 叫做 id 等於 call 好 那我們再加一個class 叫做 點 active 然後 我們把它的 背光 設為 000 然後我們幫它加上一個 add class OK 看一下 答案是會是這個變黑 那為什麼 原因是 原因就很簡單 從這邊為起點 到它隔壁去 然後 再找到它 那 幫它增加一個class active OK 結束 那所以一直在過集合 那它甚至有上面集合 跟下面集合之分 比如說 span 不要啊 這個用div 符合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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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那 裡面再一個 i 之後 不理它 那 所以 我現在在庫裡面 我還可以再find find 是指這一層以下 所有的 東西 然後我可以去找它 比如說到 i去 然後 r的classic active 所以它會變成 OK 只有 i裡面有選到 那它當然會閃一下 因為它會等它 整個 已經有ready的時候 才跑到JavaSquade 所以JavaSquade 要套還要一個時間 所以它會 稍微的 稍微的 閃一下 好 那我們還可以繼續穿下去 比如說 它有一些語法 叫做 老爸 老爸 所以 如果在這邊的話 它老爸 其實是這邊 然後再一個老爸 其實是到div 去 那 試試看 比如說 class active 好 從這裡 其實是整個 最外的div 變黑 那 其實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 比如說 and 這東西比較特殊 and 這個意思是 返回上個集合 所以你會注意看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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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回去 所以我們會跳到 call這邊 然後還可以繼續and回去 OK 那我記得是到i這邊 然後再and回去 會到 i 我亂掉了 1 1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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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到哪邊去 欸 不見了 為什麼 看一下 payment payment and and 我沒做任何動作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 add class active active OK 所以到酷這一層 那我們還可以 一樣 你還可以再繼續加and 那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會示範一下這個東西很重要齁 所以它用and可以返回上個集合 那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會示範一下這個東西很重要齁 也就是 真正在康里的高手可以把一對call寫成一號 因為 它反正 提合一直過 然後 其實之後你還可以下很多東西 比如說event 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 一直一直一直穿下去 只要你不是最後的結果是一個 那個 一個直的結果就好 OK 所以set操作我們剛剛是find 就是find 就是 自己以下 那first 第一個 就是 如果你得到一個集合的話 你可以把第一個跟最後一個抽出來 或是siblings 排除自己之外的所有鄰居 上一層 或是上N層 因為 那個在 Dontree裡面是一個樹狀結構 所以你任何一個節點可以往上追 追到路去 所以這邊會是上N層 那 因為 它跟java的繼承觀念一樣 所以就是 自己知道 老爸是誰 然後 之後就可以變一個樹 所以這邊是 單純的一個直線 往上去 那 end 本身是 就是 返回上個集合的意思 那這個有機會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個 Document的部分 好 然後 再來是 binding event binding event 是 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 寫給你看 我們針對spin 開始 如果 如果你剛剛找集合的話 現在打的應該都看得懂 spam很深 去做 OK MouseOverlist 是滑鼠移上去的時候 直到它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MouseOut 就是滑鼠移開的時候要做什麼 所以一個是滑鼠移入一個是滑鼠移開 那 之後呢 這個Function裡面可以再加一個東西叫做List 也就是我們剛剛之前一直在說過水很重要 因為List在這邊都會用 那List本身是一個 洞 所以我們要把它的 這顆粒包裝把它加回來 會比較好操作 那之後就可以做 那 MouseOver的時候去做一個 Art Class 我們剛剛有Active可以用 一個MouseOut的時候去做一個 RemoteClass 一樣是Active OK 之後你就可以有一個很棒的效果 比如說 就是這樣子 當滑鼠移入滑鼠移出 就會有不同的東西存在 那 這樣就可以做到比較漂亮一點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Event 那Event會在不同環境下執行 所以這邊有列幾個 Click 就是按下去的時候 MouseOver MouseOut 我們剛剛有在用 就是它移入移出 那 KeyIn KeyOut KeyPress 跟Focus 這邊是用在Input的環境下 那甚至還有一堆東西 比如說 那個什麼 JQuery後來出了一些 比如說OnDrag 就是當 你可以拖拉它的時候 會有不同Event 那 以 JQuery的方式 其實就是Event的前面 就是 那個Mesername本身是Event 然後 塞入一個 那個什麼 匿名函數 其實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可是這其實不是最好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來解釋 Binding的真正做法 那還有一個東西是Event的 Staff 的這個東西 那我說一下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 不能用P 因為P會失敗 我講一下 欸 DIV先抽掉 那 我們 欸 等一下 DIV 我們做一個多層DIV 比如說 DIV 然後 裡面也是一大條DIV 嗯 呃 我挑一打這個 OK 這樣子就是一個多層DIV 那 欸 可是 之後 我們需要再上一些CSA會比較好看 比如說 DIV在這邊 然後 然後 3PF 之景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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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如果它上了ClassActive之後 會有這個效果 可是 其他的就必須要另外上 比如說 3PX OK 那之後如果我上一個動作 比如說 MoneyDiv.Click的時候 Function 然後我幫這個東西加個ClassActive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是 欸 等一下 DIV沒有基本線框 框線黏著 嗯 好 這邊拉回來 好了 CCC 好 這是什麼 框線 好 有框線 那 欸 靠 它離太近了 這邊打錯了 好 比如說這樣 炒狀盒圈 那我按其中一個DIV的時候 會 變黑色 欸 怎麼變黑色 DIVActive span Active 這個先取消掉 看不到效果 好 所以它框線會變黑色 如果我按到一個DIV的時候 可是 這邊有點尷尬 因為它本身是炒狀DIV 而且你把每一個DIV的時候 都宣告到它的Click會 會 變黑色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按其中一個之後 它所有東西都Effect到 比如說 按外面的 按裡面的 按裡面的 可是按最裡面去 整票都會有效果 那這通常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會 我們 通常會希望只有最裡面那一個 不是外面的全部二套 那這種時候 通常會有兩種做法 就是 先說第一個 就叫Return False 這個東西很多人用 可是 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為如果你的Event是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要用的話 按下去 那可是最後一個會摳不到 或是沒辦法再為其他的 層次來應用 因為你的Event就到這邊中段 而且沒有辦法復原 所以那 再說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這邊其實會傳一些東西回來 就是這個 另一台樹裡面 那如果你不知道 一個 function 到底會被 什麼東西 傳 會有什麼東西傳進來 這個 因為它會被用 那到底有什麼東西 可以被傳進來 所以這邊 你就可以做一些 直接尖招的方式 比如說 APCDFG APCDFG 那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把CouncilLog 全部CouncilLog APCDFG 好 存檔 然後你重新整理 然後去 Anyway 很開心 按一下之後 你就開始數 那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好像有第二個 然後123456 那6個沒有 所以你就三六六個 那 1 2 1 2 3 4 5 欸 只有A喔 我看一下是不是 OK好 長一樣 好 那它就只有一個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Event 也就是說 那個什麼 如果你幫人家搬定一些Event 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的 那 其中有個特殊的方式是 好 我把證明畫 這個東西叫Event Event Event裡面有個 特殊的用法 就是這個 我寫上去 就是 Stop它 不要用這個 改用這個 會最正規 那所以 你停它的時候 其實你剛剛的效果也會有 就只會有一個而已 那 可是 有人喜歡用ReturnForce 它 其實它確定不會有 額外Event Event 的 Code 不會Code 額外Event 其實就ReturnForce 就好 那 可是如果你要正規一點的話 會先這樣寫 好 好 然後 再來是 Binding 的問題 那 Binding 跟 欸 等一下 我看一下 Binding的話 OK 我想一下怎麼解釋 這邊先刪掉 然後 這邊改了另外一個做法 欸 等一下 這個留下來好了 OK 這邊是 MouseOver 這邊是 MouseOut 那 以 JQuery的 EventBinding 有另外一種寫法 而且會比較正規一點 它叫做 Bind 然後 Dotin OK 你會發覺寫法基本上一樣 好 Find Dotin 好 那我們再去試一下我們剛剛的東西 譬如說 欸 被拿掉了 看一下 Spin MouseOver List Active 喔 我們Active的黑色抽掉 好 Active Active還在喔 那你會發覺這個跟剛剛我們用 直接用點MouseOver的意思是一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Macer 的原因其實是它是最大的那一個 而是你的剛剛的點MouseOver 到後面會摳到這邊來 那 那這邊就很有趣了 就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然後這個要怎麼用 那這個真正的用法是 就是如果你有比較多數 或是像JQuery 可能JQuery 可能JQuery 出了新的Event 可是JQuery 沒有做的時候 比如說 有個東西叫做 Drag 或是 MouseOver 或是Touch Move 好 我記得好像叫這個 Anyway就是有一些奇怪的Event 然後JQuery JQuery 有可能出了 可是JQuery 卻沒有出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 Call到它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先把它打回去 Mouse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它可以上 Namespace 因為Namespace很重要 也就是 如果我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 Spam 好 那我可以去 再做一個MouseOver 再做一個MouseOver 我做Click 這是Click第一號 然後再一個Spam Click第二號 那Click之後呢 這邊說一個東西 比如說 Concel.log1號 然後這邊 Concel.log2號 那所以我按它的時候 會Concel.log1跟2出來 可是如果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這兩個Event 其中之一不要的話 我先DEMO什麼叫不要 Binding Click 這個叫不要 就是你可以把一個Event 丟掉 然後 綁了 然後再把它 解掉 的意思 那現在這個是沒有用途的 那 可是我想要解掉其中之一 怎麼辦 你會發覺這個Code 這樣寫完 會兩個一起解掉 所以Namespace在這邊 你可以用 所以我們改成剛剛的寫法 也就是 就是 bin 這個 bind 這個 那 後面可以加上一些 比如說 E1 點V2 欸 這個副檔名 它Namespace是用 那個小數點來做的 不是冒號 我記得 試試看 然後 點V1 所以綁了兩個 然後解掉第一個 所以剩下第二個 那 你就可以來試試看 比如說 這邊就剩下2而已 那 所以你有 binding binding 可以用 然後 這就是binding 的功能 那 後來 還有一個 在舊版的 這一顆裡 有個東西叫做 live 那live 其實不建議用 然後現在好像也不能用 因為它缺點太多 live的意思是說 當你的 down tree 有新的動 產生的時候 它會把你剛剛之前所有的 在live下的所有規則 全部在 binding 可是 它通常會出現一些 不可預期的結果 因為 那個東西 怎麼看都是有問題 那所以不建議用 那現在你也不太能用 所以你只要記得 我們剛剛都在binding main 那 有binding的話 也要做rebinding的動作 那我們 動畫這邊已經剛剛都講完 那我們來吃說一個 動態增加phone 動態增加的phone 就是 動態欄位增加的phone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也有打完了 也就是 沒有錄影的那一次 所以source code應該還留著 玩給你們看 cp 好 那這邊有一些基本的code 反正它就是一些 HM code 那它真正的地方在這邊 也就是我一個ul 它裡面有個list 那list裡面有個LI LI裡面長得很簡單 就是它有個input input有個name 那請不要輸入 這要搞的 那再來是它有個button 它叫做add 也就是增加 然後button delete 也就是刪除意思 那它在幹嘛 玩給你看 就是 這邊有一個 欸 請不要輸入我 然後 欸 我其實還是可以輸入它 然後之後 裡面可以增加 增加項目 跟 刪除項目 它刪到最後一個 不可以刪 好 那再玩給你們看 好 那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呢 它真正的code在這邊 那我解釋一次它的code 然後後面的port type 這些是 等一下 我又回去 這些先註解掉 不要看 這等一下講 好 好 那我們code其實 真正在ready內的code 就只有這一行 一行而已 那 它其實做法很簡單 就是首先你要先寫這個 function 那 function 你記得它的對象都是一個 那 它其實是一個類似地毀概念 可是這個東西不好懂 簡單來說 我先輸入的就是一個li 也就是最一開始那個li 這個 那 這個進來之後 你要幫它 binding一些動作 比如說 我先去找裡面的delete的那個button 然後去做click 的動作的時候 那 你要記得 所有的event裡面 這個function裡面 就針對那個button而言 它該要做什麼 那 以delete來說 它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 把自己的那一條 砍掉 那 把自己的那條砍掉 它就到這邊而已 就很簡單 可是它在上面 在 可是這兩行如果不要看的話 我先刪掉一些給你看 比如說 刪掉 刪掉 然後 這個刪掉 這是我第一版本 通常demo會demo這個版 那 OK 我們直接先看下去 比如說 所以 以刪除而言 其實就是 把它自己老爸 也就是那個li 這邊會有很多行 也就是把這個其中的這個li 其中的一個li 把它刪掉就好 那刪掉 所以是 以自己那個button button在 dl內 所以 dl 最後這個spend 這個的payment 是這個 li 所以li去做remove 那 這個就是 以這個動作為例 它就是刪除動作 那 什麼是add add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自己 自己 的老爸 也就是 add這個button 的老爸 就是自己的這一條 自己的li 去先複製一次 那 你要記得在 don'ttree的任何的複製 或是這顆語下 任何的複製 event不會再塞回去 那 如何 binding event binding event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call自己一次 所以這邊 就是自己 所以它跑完這個 然後最後return 最後return target 會去 那它就會在這邊 生生不息的跑 那好 那所以這個是已經binding完成的東西 那 binding完成 don't 我們在塞回最大的這個list內 它就是 已經 反正它就clone完了 而且已經有event 然後再把它塞回去 所以它也可以動 那 可是這東西有缺點就是 欸 輸入增加 輸入增加 你會發覺 因為它本身clone 所以它會連裡面的值都一起clone起來 那 所以我們剛剛有幾個動作 欸對 還有一個動作是 就是33333 可是刪到最後一個 會把自己也刪掉 那 你這邊就沒有東西 好 所以你需要再加兩個限制 也就是 第一個是 最前面的這個 好 刪之前 先檢查 所有的li值 就是 li的長度 那因為這邊 Ccurry 我說過 它是一個很類似 array的包裝 所以它可以用lens 去取得它全部的長度 那 只有大於1的 也就是2以上 才能做三存的動作 那 這邊就可以 很好限制 不會刪到最後一個 就把它刪掉 再來是 複製完之後呢 你要記得 就是複製的value裡面的東西 要清空掉 所以那 用value這個方式來清 那清空 清空有兩種方式 一個舊版 一個新版 舊版的是 value 這個 甚至還 欸等一下 不是這個 是attr vle vle 這個 這是舊版的 那可是 後來新版建議這樣寫 因為 value本身是 一個 那個什麼 attribute name 那attribute 可能不代表 它實際輸入的東西 因為這兩個東西 有時候不會連動 所以後來就 會建議使用這個 就是用vle的方式 不是用attr hbue的方式來做 好 那這是一個清空語法 那所以 我們剛剛的 這個東西 複製的時候 就不會帶值 刪除的時候 刪到最後一個不能刪 這就是完整的東西了 然後再來是 你要帶回到rails去的話 也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值 你會發覺 所以如果一直 add下去的時候 它的所有的name 都是 highhigh的中括號 長得像array的東西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 我們在Rosefunk 有篇文章 裡面有寫一個東西 快點 pomenals 再包裝你使用 這篇裡面 我上面就有寫 就是 如果你的name 是同一個名稱的話 比如說name 等於highhigh 然後name等於右 那你的後面那個 會蓋到前面那個 因為你的相同名稱 會被覆蓋到 那這個規則 基本上很多語言都有 包括php也有 那如果你在name 後面加個中括號 兩個的話 它會變成 一個ray 然後把值塞進去 array的鍵法 那 這邊都差不多 因為 這是一個 這是一組 然後這是一組 這是有兩組 那當然 如果你的中括號裡面 有key key一些 額外的名稱的話 它會變成hush 那這個就是hush 那個 array跟hush 也連用 那兩個中括號 會造成一頁錯誤 另外這邊試試看 那這邊 看懂之後 你其實就知道 這個name 該如何取 也就是 單一名稱 多個名稱 hush 好 那你丟到 reos 那你丟到 那一端的時候 你自然可以取到 paramines 那這邊 我就不建議你用 那種什麼 那種 simple phone 或是什麼 一些鬼怪的 甚至一些 phone helper 那些其實你都不用用 其實這邊直接打HM 送出去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只不過因為reos 有一些CSRI for protect 所以你必須要上 phone phone tag 也就是類似 外面這邊要寫一個 phone tag 語法 然後 這就是XXX的 paste 然後 do到 and 然後前面要等於 OK 那中間這邊 這邊的所有field都可以自己寫 你可以不用寫類似這種東西 不用寫這種東西 因為你本來就可以自己命名了 因為 這後面唯一的東西就是 比如說 name 掛號 那你不如自己打算 好 上面這個是一定要 因為它會幫你做 那個 associative token 那 那個是必須要的 好 那這是包裝裡使用的部分 還有什麼 看一下 好 那 再來是 Agex Agex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 可是又有很多人搞混的東西 那 我寫一下什麼叫做Agex Agex 其實就是 送出某個東西 要得到某個東西 結束 這個 先留著 等一下 不用打 上面先掠過 那 首先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 首頁是什麼 我們首頁是 最之前的上市那一個 那個 反正這邊是 index.tml 那 如果我在這個網頁想 觸發一個 東西 然後去取得那個網頁回來 然後 去做一些處理 大概就這樣子 那 寧遊記這種方式可以做 就是 money.get money.get json money.post money.ajax 那 我把後面的東西 標註回去 譬如說 這邊是URL 然後後面是一個 然後你會取得 Data 那 取得Data 你要做什麼事情 起來這邊 那 Post 比較多 比較多的一些東西 就叫URL 然後Data 那Data本身 可以 是一個 Object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Data 送出去 然後 東西在這邊 那 等一下 打錯 OK 那你要記得 這個Object 有點特別 就是 如果你要把 目前的那個 Fone的所有Data 弄出去的話 你不用自己 組這個 Object 因為 組這個Object 如果你的Field 有200次的話 200個 Item的話 那你這個 光是組這個 就大概會有200多 好的Code 那這件事情 很蠢很笨 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 Fone 它 就是你先取到 Fone的Element之後 它有一個特殊的關鍵字 叫做 Serialize OK 那Serialize 是做什麼事情 我做一次給你看 就是 等一下 這邊要先mark 掉 比如說 這邊有個Fone 那 Action 等於 斜線 就這樣就好 Post Post 那我這邊再做一個Button 比如說 Beauty.com Button 按我 好 那我們之前有說 我們可以去搬寄一些東西 比如說 Click Click Tonction 在這裡 好 然後 我們 要去 Console.log 然後我們有個Fone Serialize OK 就這樣就好 好 那 上面那個也是無線標端 所以 欸 我的Core刪掉了 好啦 算了 比如說 開始打 那你去做按我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編成這個東西 也就是 那個什麼 網址畫的 Data 那其實Post真正的封包裡面 也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把它塞進去之後 它就把它塞到Post封包 就這樣就送出去 沒有別的 OK 所以 你可以不用組這個東西 而是 把某個Fone的 裡面的 Value 去做 Serialize 它其實就不會變成一個 像字串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丟進去了 那 Anyway 取回的Data也在這邊 那 GateJson 你可以把它看成 上面的那一個 等一下 我把它打完了 來囉 OK OK 只不過回來的Function 是 Json而已 沒有別的 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它會自動幫你做一個 Jsonpress 動作 那 來玩一下真正的東西 也就是 我們去做一個Click 然後 我們去Get 首頁 就好了 期限 好 然後 Function Data在這邊 那 首先我們只要 Consol.log.data 就好 通出按我 我就會取得 剛剛首頁的所有HTML 那 通常還會再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之前有說 有個東西叫做lease 比如說 save 等於 lease 那 我裡面就有save 可以用 那 save.html 裡面這個是HTML save 可是 我要再包裝一次 因為我用jQuery -html 等於 data.lens 這是get 所以get回來 大概都是自串 那 再加上 比如說 HTML 總記 長度 HTML 基本長度 都可以用好也好 好 所以按下去之後 HTML總記長度是 2 4 19 這就是一個 很傳統 很一般的 HX概念 也就是你不用送出 Fone 或是按下一個 hyperlink 就可以去 送出一個request 然後回來的時候 去做一些處理 HX 就這樣寫 沒有別的 那 只不過大家都說 HX 這一個 不是上面這一些 他是有原因的 因為 HX 其實的包裝很大一坨 因為他真正的寫法會變這樣子 如果我這邊用HX寫的話 會變成 對 我說一下 這邊這個 function本身是 susis會做的 可是你會發覺這邊沒有 error 那也就是 如果我這邊噴掉的話 我其實是沒得解的 那噴掉怎麼噴 其實你把get改成post 就好 那給他一個空的post 好 那按下去的時候 他會噴掉 因為 這邊是 撈聽error 因為我們之前的首頁 不支援post的用法 只支援get 好 那你會發覺他沒有任何變動 那你也拿他沒辦法 當然有別的寫法 我不建議 那我建議直接 如果你有那種需求 我建議你直接寫的 HX算 那他的寫法 是這樣子的 我帶你們看一次 Document 好 OK 以 zQuery的Document 其實很好懂 就是 這是 function name 然後後面的 有 UIL settings 那簡單來說 你可以用 UIL在前面 或是全部都是 settings 也都OK 那我習慣寫法 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以改成 ajax 前面URL 後面是settings settings 就是一個object 然後裡面可以填很多東西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裡面的 可以接 async async 這個東西很特殊 那我先解釋這個東西好了 譬如說我發出一個 我們把這個修到最前面的版本 那再改回來 OK 這是OK的版本 那 我們這邊做一件事情就是 console.log 1號 跟 2號 那 console.log 這邊2 這邊3 我們一般寫 ajax 寫code直覺其實很簡單 就是 1號 然後 我們預計它會先完成 然後才會執行到3 這是最一般的直覺的code寫法 可是它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那 它的順序會變成 玩給你看 就是 欸 這顆裡所有的 所有的 HX code 預設都是 Async 它叫做 它就是 那 Async 的原因 Async是什麼? Async很簡單 就是很像剛剛的set and out 也就是 這個東西 等一下再做 那個 等多久大概是 0毫秒到1毫秒 所以它 不會卡在這邊 會讓另外一個 類似 這個方式做完 所以 執行到這邊 然後 這個等下做 Hold住 然後 它其實馬上做 你沒有任何感覺 可是它一定會晚回來 也就是 這個會晚一點點 不然這次程式會卡在這邊 那這個網址卡10秒鐘 這邊就會慢10秒鐘 其實是 很困難的 所以 預設這顆語 所有的東西都是 尤其Agex code都是Async mode 那所以才會是3 那所以 會變成1 Hold住 3 然後執行完 因為 latency 絕對沒有比code快 所以這個 最後才是2 所以我們剛剛的是132 也就是剛剛這個順序 好 那再 我們再玩一次 不要修完 OK 這個先留著 那所以 我們可以玩一下 剛剛那個東西 也就是 我們可以 我們其實可以 它預設是True 所以我們可以把 False 那 這邊還有一些東西要設 不然這東西不完整 那我們去看一下 Document Async mode 那 Catch Content 這些都還好 就是一般 這些不常用我就不講 那其中的Data Data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 在Post 出去的那一段 也就是 Post Data 裡面的Data OK 那Datatype 這個比較重要就是 預設是 我記得是Tax Tax 對 預設是Tax 那簡單來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GateJson 就是回來的時候 預設Data是Json的話 其實你就應該把它改成Json 而不是 什麼鬼東西 反正這邊如果Data 改Json的話 你預設接到的東西就會是Json 它會自動幫你做一個 JsonPlace動作 那 這個東西就不用調 因為它預設還是Tax 我們應該也是要用Tax 好 那這邊會有一個Arrow Arrow是好的 也就是當它錯的時候 或是當它對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東西 那它的寫法是 OK 那這邊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Q WQ OK 只是錯了 那它另外的寫法是 sus 那預計Data在這邊 然後我們接剛剛這個 就是 所以我錯的時候 我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一些事情 然後對的時候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 繼續下 看下去 就是 JsonP的話 有點尷尬 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 Maser Maser 這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Get或是Post 我們該用什麼方式來做 那 所以這邊 我們先做一個成功的 所以這邊是Get 所以這邊是Get 好 Password 這個比較麻煩是 傳統有一些網頁 有一些HTP的 它會有一個很自私的方框的 那個Subu 密碼 由於在一些繞的上面會有 它用的東西就是Password 這個寫法 那 你可以 當然可以打密碼出去 然後那邊就會 驗證成功 然後 Status Code 這個東西就 根本就萬用 你不會再有成功或失敗 因為你可以按照Status Code 那 一般來說 它的位置 你如果要看Status Code的話 在HTP的 這邊就有了 Status Code 應該抓 誒 太少了 去看Wiki 好了 OK 那這邊就講 所有Status Code 譬如說 200系列 2XX系列的Starsis 3XX系列都Redirect 那跟4XX C9Arrow 跟5XX 是ServerArrow 對 那你就可以針對 任何一種 Status Code 來做 Function OK 那所以 以Arrow而言 大概4X 4開頭 跟5開頭 全部都會跑到Arrow 然後 Success的話 我就不確定了 因為你會有 那個什麼 3開頭的可能 那 你真的要做到最完整 乾脆就 每種不同Status Code 自己打算 也就是不用剛剛的 那個 Arrow跟Success 而是 其實用這種方式來做 把它做掉就好了 那這是我們剛剛的Success 那 現在也可以設Timeout 那 譬如說 你總不能讓人家卡你 1分鐘 2分鐘 甚至10分鐘 所以你可以自己設你自己的Timeout 那Timeout 結束之後 他會跑到Arrow那邊去 好 那 Type 這是一個別名 然後 是Macer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那 UIL 如果你第一個 第一個欄位這邊 不停UIL 的話 你就要在這邊多一個 Attribute 是UIL 的部分 然後 沒了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個東西 是Catch Catch 很有趣就是 如果 如何讓一個東西 不Catch 簡單來說 讓你網址不一樣 就好 比如說 欸 我之前有說 我可能有說 不過我再說一次 有個東西叫做 etag 那etag 比如說 我是 connect 然後我是A 那A我跟Server要一張圖片 比如說 logo.gif 那Server會回你 logo.gif 加上 一個 etag 那 etag etag 本身是一個亂碼 比如說 123 123 那你之後 重新整理就是 畫面重新整理 那畫面重新整理的時候 你勢必還要再去要一次logo 那可是你 你clink去跟Server要的話 這個 c 等一下 ok 這是Server 那clink跟Server要的時候 他會怎樣要 比如說 logo.gif 我要 可是呢 我再加上etag 等於 123 123 那去Server的時候 Server會回你一個 301 還30多少 忘記了 304 這樣子 就是 non-modify 那non-modify 回給你的話 他其實就把 就不回去了 因為他回你一個 304 欸 好像有 304 對 304 non-modify 他回你這個304之後 其實就不用把圖片留給你 所以他會回你304 那沒有圖片 那你就知道 你catch裡面的那張圖片 本身是 最新的 那 所以 Server就不會 回 圖片給你 因為這樣也比較省流量 可是etag 有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如果 欸 logo 本身 是一張1x1的gif圖 而且本身只有一個透明色的時候 然後回你etag 是一個很邪惡的東西 比如說 亂數 那 你其實 在Server那邊 要任何圖片都會把cookie帶進去 所以他就知道 你的ID多少 比如說1 那 回回去 就算你把cookie清掉 然後你再去要那張圖片 可是你etag還是會丟出去 所以這邊 拉回來 OK 那通常Server就會知道你這個東西全等於使用者1號 然後他再回你的新的etag 那 那 你refresh的時候是loginuser2號 那 你傳到Server的時候他就知道1跟2號有關聯 然後再回一個新的etag 回給你 那所以etag本身也可以做到一個程度的追蹤的方式 那 anyway 這個是題外話 好 那 所以anyway 如果 如何讓Server不做catch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加一些垃圾就好 因為catch的動作主要是binding在那個etag身上 那etag要相同 那etag認的東西是其實是網址 那怎麼做 jf 問號 底線等於亂數 那你每一次產出的時候都把一些亂數塞在屁股後面 其實這個東西就不會做catch 因為每個網址都獨一無味的 那 之後你再來看document這邊 你就會發覺 然後 它會塞一個 網址後面塞一個time stamp進去 它其實就是防止catch的方式 它會自動幫你塞阿尼 你其實也可以自己塞 就可以達到完完全全一樣的效果 OK 扯遠了 然後 所以 這邊 繼續講 我們再玩一次 當它按下去的時候 會戳 然後會改 或是不改 那 我們還要再測一個東西 是我們剛剛的1 2 3 1 1 然後 subsist的時候2 然後 結束的時候3 所以這邊 重新整理的時候 它就會 乖乖的 1 2 3 回來 那 原因是因為我們把async mode關掉 那 我說過因為它預設是true 所以 當我把它註解掉的時候 會是 1 3 2 這整票原因都在這邊 好 好 那再來是我們要測 arrow 就是 當我們改成pulse 的時候 好 那pulse的時候 這邊改一下就是 因為我想 Effect到 HTML上 然後 這邊要 我錯 好 那 你這個重新整理 你按送出的時候 因為它會得到一個4.4 所以會 回這個東西 我們console.org 就有做 可是你會發覺 就算這邊錯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處理 也就是 跟使用者說 就錯了 或是server掛了 或是怎樣 而不是整個就噴掉 可是使用者去 完完全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 這是Agex 那 無限下卡分類 我就先不實做 因為這個東西 有別人家可以玩 那我大概解釋一下 那 這個東西最簡單 能在 中華郵政 OK 3加2地址查詢 那這個東西 很有趣 就是這個 那一個 這個那一個 那後面 就有大約的地址可以選 那 這個東西怎麼完成 那 寫給你看 對 查給你看 就是 這個太大了 OK 那 這不是太多 我說 以台灣而言 前面兩個東西 可以固定 因為這個數量其實不多 那 可是選完前面兩個之後 後面這個 勢必要去 收了 拉回來 因為這個量太多 所以 不可能可以去住 所以 選 選 因為它第一個預設 就是這個 所以它就直接去拉了 那 譬如說我再選一次 它就會再送出一個 Post回來 然後再拉一次 OK 那 Post Data是什麼 其實就是Axml 有Body 然後裡面就塞一堆 這個鬼東西 那 所以你開心可以做一隻機器人 然後去跑遍前面兩個 Array 然後你們家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存在你們家的DB 或是哪裡 然後 就可以提供使用者的功能 然後這些我都沒有講 然後 欸 Anyway 其實就是 欸 你就把這三個東西 做完 然後 這邊我們剛剛有做一些 新增洞的方式 就是 可以做一些插值啊 或一些 做一些處理 那你可以把前面這兩個東西 設一些Event 比如說 OnChange 就是當Change的時候 另外一邊 這邊的所有值要改掉 那 這邊 當它 OnChange的時候 就勢必要發出一個 HxPost 拉回來 然後再並更第三個值 裡面的值 這樣子送出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 OK 然後這兩個也OK 那當然這兩個東西裡面 還是要有個 Name在 Name在 這邊有個Name 然後 這邊有個Name 然後 這邊一定也有個Name 那我送出這個Post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知道 我Server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要什麼東西 我再丟回去即可 那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再做多一點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無線下拉的 無線下拉的做法 那其實就可以 像這個 無線下拉的做法 像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 很類似 無線的Selector 的表單出來 這些其實都是 Hx 跟 一般的 動的處理的應用 OK 好 然後 再來是 Json跟JsonP的分別 那 JsonP是一個 很有趣的東西 那首先去看我的臉書 因為 臉書一定要用JsonP 那 好 上面是我的廢話 然後 如果去看 XHR的話 你會發覺它 一段時間 就在 欸 這邊沒有嗎 看一下 喔唷 它有在動 那 它會發出一些XHR的風暴 那XHR風暴長怎樣 它長得很醜 而且很怪 它長這樣子 4回圈開頭 然後去 怪怪的 好 那為什麼這樣子 原因 可是你 卻發覺它不是一個 Json 因為它前面 一定要有程式 那 什麼是Json跟 JsonP 我寫一下 我寫一下 如果同一個網站存取的話 記得 什麼是Data 跟 Js 這兩個東西不一樣 那Data可能是一個 HTML 或是什麼東西 甚至一張圖片 那 JScriber 是一支 程式 那程式最常見的就是你用CN 那 以 Json而言 Json是 Data這一邊 因為 Json本身有自己明確格式在 可是 JsonP 卻是 Js 這一邊 那 如果同一個網站 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覺 它會發出一個 叫做 CSRF 的Llog 那我打給你看 比如說 這個 然後 我們去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Json OK 它會有一個 CSRF cannot log 因為你會 違反這個規則 因為 第一個是你們 DomainName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你們的 header裡面沒有寫所有的網站 那 所以我必須要在 HTEP的 header裡面 寫下 我可以接受哪一些網站 比如說 www.google.com 跟 api.google.com 那 可是這個東西很囉嗦 而且 明明就是一個靜態檔案的伺服器 卻要改這些header 然後再來是 如果這邊有 1000個的話 我每個封包的header都把它寫完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的封包會變得 無比之大 所以後來人家就喜歡用JSONP來做穿越 那 你要記得JSONP是一支程式 跟你在用 譬如說CDN的那個JavaScript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它會發出一個JSONP的封包 然後把 code 拉回來 然後執行起來 所以JSONP JSONP其實本身是危險的 因為 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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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JSONP JSONP最會發生迫切的地方就是 你們家DNS被人家截持 也就是 比如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 這種鬼王子 那 比如說這個Dominium被DNS截持之後 它就瞬間可以做到XSS行為 因為它可以為一支 邪惡的JavaScript到你們那邊 而且你自動會把它執行起來 所以它的內置層次就可以偷到 很多很多的東西 好 Anyway JSONP我不多講 有需要去做跨網站 而且你比較有CDN的時候 你們可以嘗試一下 什麼JSONP 而不是一直要找 JSON的解法 好 然後 還有什麼 金融之爐 為何要JCOLY 跟為何要拋棄JCOLY 那 有一個東西 JCOLY NOT 看一下 NOT OK 那 我說一下 欸 這個網站很有趣就是 這邊有一些可愛的語法 比如說到X 那左邊 右邊 就是一些替換的東西 就是JCOLY這樣寫 然後 其實你可以在 IE下 或是別的地方 改用這個寫法 那這兩個東西是 完完全全能等價的 左邊 右邊等價 那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JCOLY 本身有一點點肥 而且它會去做動的 垂直動作 然後 很多東西都自己幹自己寫 那 有一些設計師其實不需要 然後 還有一些東西是不需要的 比如說Canvas 那 我找一個Canvas 欸 我把我設計師提起來給你看 隨便看電話 Eureka 這是一隻 Tinatra 然後 Tinatra裡面有 奇怪的東西 OK 比如說MikuDance第一版 那 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動 那它真正的東西是Canvas的畫布 它是一個特殊的東西 這是用Canvas2D寫的 再加 我記得是 Connect的JS 這個 很舊的版本 那這個東西根本就不是動 然後 Anyway 玩Canvas 玩到後面其實你會發現 JCOLY是多的 因為你的動的數量可能 不會超過10個 然後你也不用動 做動的操作 那 這是額外的東西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那 甚至到 後面的一點 像我有玩一些東西 像這個 可愛SnowMan 那這個東西其實根本就只有 一個動 那 WebGL 那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刪掉的話 剩下我可愛的 License 那 這種東西根本 JCOLY來說 就根本不太需要 因為JCOLY最好用的是Done的Selector 而不是 或是Done的處理 那 如果沒有那個處理的話 你的JCOLY甚至是 不用5隻D 雖然我再錄 可是我不太用它 好 那 所以你其實可以要看情況用JCOLY 不是一定只會用JCOLY 因為只會用JCOLY的話 還蠻慘的 就是你不懂什麼是真正經濟的東西 那我們繼續講 我們現在寫一些東西 再來最後的是 我們剛剛有玩到這個 誒 這東西好多 玩到這個 那 首先我建議玩 建議看幾本書 誒 等一下我上太多了 OK 再幾本書 偽裝OOP 為OOP 然後使用Polotype 那 誒 我們剛剛說的 有一個東西叫做 Polotype 那其實 可是它不是 誒 它有兩個種意思 一個是JS的 framework 那另外一種東西 就是要做P大寫 你會發覺這邊有一個特殊語法 叫Polotype 這邊是做 JavaScript OOP 那JavaScript OOP 就這樣寫 那我不太重寫一次 簡單來說 就是你建議一個 Function 那Function之後呢 你本身會有List 可以用 List 本身在 我們的Rows 下 叫做 InstanceObject 那 它可以增加 Instance 的 然後 去做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 Initialize Initialize 之後呢 你可以設它的Gator 跟Stator 這個我們在Ruby 那邊有講過 只不過它長得很醜 很醜 那 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New Car CarBlue 所以CarColor 在這邊 然後把它的東西存起來 存到它的Instance Attribute內 那 OK 過 然後我們就得到一個物件 那物件你就可以去做一個 SetColor的動作 那為什麼可以串起來 原因是因為我每一次都ReturnList回去 所以 每一次都把自己串回去 那你當然就可以一直這樣串下去 那串下去之後 我們最後 用GetColor把它拉回來 所以就會是這一段 好 那所以我們重新整理之後 就會是Kitty 對啊 我們最後 這個Color 是Kitty OK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剛剛有網站有用到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 這東西可以很大幅的減少 你的Done的Data的取用量 你會發覺這邊有一票的Element 那可是這票Element 他每個秒數都長一樣 然後 他有自己倒數時間 甚至他有自己得一些H 比如說多少錢 跟他目前的名稱是什麼 那 這些東西如果我每一次都去Done那邊 把這個字串 先找到那個Done 然後把字串要回來解析完 然後分析完之後再兔回去 然後再變更它 這一頁會變得奇漫無比 因為他的Done的數量很多 然後每個東西都有分析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一格 當作一個Object 然後Object 他自己裡面會有一些Attribute 然後所以 然後在每一次秒數在變動的時候 我只需要去做 掃描一次 說這個Moment 到底需不需要增加秒數 或增加錢 這個動作就好了 而不是一定要去做Done的操作 我才知道 這個東西要不要 簡單來說我在記憶體裡面 有另外的變數是這個文字 或是這個 多少錢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去記憶體查就好 我其實根本不用動 不要動到那個Done DoneObject 那以JarSquare來說 最大花費其實是Done的操作 而不是記憶體操作 所以你會發覺看這邊非常快 然後再來是秒數的倒數 還有一個特點是 這邊每一個Tick 其實大概是Tick到 0.333ms左右 因為如果你一秒鐘才Tick一次的話 你兩台電腦拼在一起 一起看它的時間 你會發覺它可能會差到兩秒鐘 一個時間 因為一個一秒是比較偏前面 一個一秒是比較偏後面 然後加起來就會甚至會到兩秒鐘 OK 那這是題外話 那 Anyway 這個就是Polify的寫法 那 可是 看你要不要 可是我會建議你先把 JarSquare玩手一點 然後不然這邊很容易玩到走火力魔 那我不建議 那這邊我希望可以看兩本書 如果你有意思 要往這邊進去 一本叫做 Java JarSquare the Good Part 然後我不建議看的是 我不建議看JarSquare的Design配統 我建議看JarSquare Good Part 那因為 會有JarSquare Good Part的原因 是因為JarSquare的Bad Part太多了 這件事情很有趣 那 所以他只把Good好的那一面挑出來講 那他其實有所有的脈絡可選 包括下面的Fortype用法 然後再來是 DesignPattern我不建議看 因為我 這本書我看完之後 發覺裡面用的地方太少 所以DesignPattern是會用在 像是C-Sharp或Java那種 Program Language 因為他太難寫了 所以你勢必要有一些Pattern 然後 來做 不然你很容易要做 入母 那可是JarSquare 再用上這些特性的話 然後用下面這些方式來寫 會寫得非常非常非常醜 而且效能低下 所以我不建議 往這邊發展 是直接用Good Part 它會有一些比較好賣錄給你 然後 至於那個DesignPattern 你可能要玩到後面 然後真的很厲害的時候 再去瀏覽一下就好 因為裡面很多時座 對我來說都不是必要的 好 那這是Voop 那其他Library的應用 那我帶你們看一次 譬如說JakerUI JakerUI JakerUI其實很大一包 所以要就用 因為它真的很大包 那裡面包含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DeadPeaker 這邊都有一些Demo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其實它把它打對 你就有那個東西可以用 或是Dialog 這個東西可以拖 然後我們之前可能有說過 譬如說Confirm 就有這種Dialog可以用 那這些都可以用 那只不過因為它太大包 甚至它有自己的那個什麼 外觀庫的Builder 然後甚至裡面還有一些 範圍可以切來看 那因為它很大包 所以它用的資源也蠻多的 它檔案大寫也蠻大 所以要看要不要用 那要就用多一點 然後不要用就不要用 你可以自 然後像是 為什麼要用 為什麼不要用最大 還是在Performance上面的考量 或是一些 特性上的考量 那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需要一個DeadPeaker 比如說 DeadPeaker就是時間選擇器 比如說 選日期啊 選時間的東西 你可以去找別的外掛 而不是用這一大包 就是你如果去找 JQuery的 DeadPeaker 其實你可以找到一大票 那些好用跟不好用都有 而不是一定要去用 JQuery的那一包 因為那一包真的還蠻肥大的 好 然後再來是 Sick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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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那個什麼 所見幾所的編輯器 然後它的全名叫做 欸 所見幾所的 就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所見幾所的編輯器 那 它有很多很多 有趣的功能 比如說你去按Demo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比如說開打字 然後什麼 放大 然後縮小 之類的都可以用 可是這個東西有很大的缺點 它出來的東西是 RawR的HM 也就是它編輯出來的東西 會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一個完整HM 可是 這個東西不能給一般使用者玩 因為你給一般使用者玩 然後它會下到這種語法 也就是Squive語法 那Squive語法執行成功來說 如果執行成功 Logdown 它是一個產品 就是某神人寫的 那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 就是 我們如果一般操作Logdown的話 它的網址會在3W下 那它真正的秀頁會是在你的Name的 Name的Domain下 那所以 因為這兩個Domain 有做完整切零 那因為有做完整切零 它的Cookie就不會混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以用讓人家任意玩JarSquive都沒關係 那 除此之外都不要讓人家玩 因為 欸 喔 對 用 那個 我們剛剛的Hawc Hawc 其實可以 可是你記得要做一些轉碼 轉碼 目前有兩種比較常用的方式 一個是BB Code 一個叫做 Markdown 好 那其中BB Code 它長的會是類似像這種 譬如說P 然後 U 然後 P 或是 Image 那 這邊是UIL 或是怎樣 它會有一個正轉的東西 那 可是這個東西寫完之後 你記得要Servor Servor的Name還要再轉一次轉回去 它原因是因為它可以把所有的 非安全性 也就是非白名單的所有的JavaSquive先濾掉 HTML先濾掉 HTML先濾掉 比如說 角括號 可以先變成HTML的編碼 那 Logdown就不用說 Logdown就是編輯一個 存文字的自動排版模式 那 只不過這兩種 東西你要記得 也就是你需要存 sauce 加HTML 因為 這個東西通常不能逆轉 也就是 我們的 sauce 存到Servor去的時候 會被轉成HTML 那HTML就是顯示給人家看的 可是 如果使用者要去編輯的時候 也就是 這邊 過去的時候 HTML是無法回去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做逆轉 所以你只能to sauce回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良好的循環 只不過你有缺點就是要存兩份而已 好 Anyway 可以上BB Code 然後跟Markdown 其他不要用 因為 會出事 那 如果你真自認為很天才 然後可以過濾掉一些行為的話 你不如看一下我們接下來介紹 就是 Aincode 什麼是Aincode 這個在之前有 那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上面的code 就等於下面的code 然後我們 之下 叫它笑臉 城市設計 因為 你會發覺上面那個 Hello JavaScript 會變成一大堆笑臉符號 那 為什麼 因為JS有太多的Bug 因為 它 算是Spec 或什麼東西 可是它危險性真的太高 那 會變成這樣子 我貼給你看 就是上面的code 就是下面的code 那我改一下 比如說 Hello Kitty 好 那 符字 接上 直接執行 Hello Kitty 就跑出來 所以 這兩個東西是完全等價的 完完全全等價 那它到底是怎麼做 它其實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 比如說 沒有X等於 這個 好 那X的 第0個 會是undefined 那undefined加上 自串 會變成自串的undefined 那undefined的第一個字 等一下 看一下 這要先掛好 undefined的第0個字就是 u 所以 它前面先做了一個 char mainpin的動作 然後再把你的上面的code 變成它的 類似index mainpin 之後想辦法執行那個字串 它所有的目的就達成了 那這個東西全部都是很詭異 可是卻在javascript 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 好 那所以 n就是1 那 b就是2 那 所以 你累積多一點 其實你就可以把所有chargers 全部弄完 那 這就是這一段語法在做的目的 好 這是anencode 那所以 anyway javascript是過例不晚的 尤其javascript還可以常在 比如說onclick 或是 onmousemoo 或是mouse什麼 鬼東西裡面 那 所以 anyway 給人家玩hm 差不多等於讓人家玩sql 那 我潛性 就anyway 就這樣子 好 然後 再來是額外的東西 那我等一下可以demo我自己寫的東西 比如說d3.js 那d3.js其實很簡單 就是 不是這個d3 是這個 好 d3.js裡面有一大票的demo 然後其實都很漂亮 然後 自己去玩一玩 那其實你不用自己會寫d3 你只要會去抄人家的 jazzfee來玩就好 欸 這個demo跑掉了 跑掉了 跑掉了 我就找別的 欸 這個 OK 好 那這個超帥氣的東西 那 欸 好啦 這個是他自己的東西 那 這個太帥了 等一下 他其實裡面有一大的example 就是 比較好的example 包括說圖形都有 那 你們家如果有圖表需求的話 可以 跟他來玩 用這個東西來玩 那我說一下什麼是d3.js d3.js其實用的是svg檔 這是動 欸 等一下 它不是svg嗎 看一下喔 欸 這邊div 等一下 我看一下外面的 對的 觀察元素 有 有啦 它是svg 那g g我記得是線段的意思 還是group 那tax本身就是那個 然後你追到最上面 糟糕 這太多了 OK 最上面其實是一個svg的image 那svg在 svg有兩種載入方式 一個是當image載入 就是用類似的UIL 防止 或者HIF的動作 來載入 可是載入之後 你沒法動裡面的動 svg 你可以當作另外一個HTML 然後裡面是有一大堆的動組成 那它本身是用像樣圖的base 那所以外部的jazzway 其實就可以操作裡面的動 然後去做一些特效啊 或是一些位移的動作 那第三點 這也是大概全部都要玩 svg的東西 那再來是 而外的 那 這個是 Canvas系列 Canvas系列分兩種 一個是2D跟3D 那2D我等一下可以弄過 你看其實剛剛Minko Dance 那個就是2D的 那這是3D的 那如果你要玩3D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去玩睡點JS 那睡點JS裡面 就有一大票很帥氣 然後很漂亮的demo可以玩 那 譬如說尿Cat OK 開始尿尿尿尿 OK 略過 略過 OK 好 那裡面就有一些很帥的東西可以玩 那我建議如果新手要看的話 從這邊開始看 也就是 旁邊這個按鈕 不是Example 因為Example 那邊太深了 那 這邊就有一大堆東西 比如說 拿我那個選來當例子的話 如果你 欸 它有個材質的 對啊我看一下 來 材質 好這個 Shape 那 這邊要說的是幾個 一個是 欸 這個選人看起來很帥 其實它是由一大的基本形象組成 比如說 身體 然後帽子 然後樹有三層 然後還有一個底部 那它分別是什麼 這個是 頭 我記得這個是頭 還是這個頭 然後 帽子其實是圓柱體 人椎體 切片的那個 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眼睛鼻子 鼻子也是這個 眼睛也是這個 然後樹的話 其實是這個腳椎體 它搭三個 然後再加上一根這個 其實就完成了 那 是那個底部有另外描過 然後 字是用另外另一種方式去認 然後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Shutter 然後再來是第三點 JS裡面 只要是3D 有幾個東西比較麻煩 第一個 一個是平面座標 所以你有XYZ的座標 然後再來是 三個座標都有轉角 所以你有RX RYRZ 然後再來就是 你一個物體要發亮的話 你還要打光 然後打光之後 還要配材質 然後配材質之後 還有很多東西好玩的 比如說像Shutter 也就是 一個模型表現來說的話 它都是一大堆三角形 也就是點線面 然後來完成 然後其中的面 可以經過一些運算 然後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像這個雪花 其實就是一大堆面的組合體 它其實沒有 它其實本身只有一個面而已 只不過那個面再貼上這個雪花的圖案 大概是這樣子 那Anyway 這邊要另外玩 如果你要玩去玩的話 那Shutter的運算比較好玩 所以我貼一張給你們看 這個 這個很特殊 就是像這種Bubble的東西 你會發覺 欸靠 好像有透明對不對 其實它其實做法很簡單 就是這個 裡面的材質 使用的是另外一個CAMERA 那CAMERA的東西 有經過外的圖形運算 可以運算出這些 所以這個球 後面還有一個CAMERA 那CAMERA透視到的東西 再把它寫在球上面 然後 Shutter比較好玩的是 後面的 這個 跟 這個 OK 這個是一個 沒有實體 它其實有東西 可是沒有讓你看到實體的球 然後它的每個面都變成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類似GIF的貼圖而已 那它本身半透明 所以它看一看後面 然後你就覺得它很神奇 那真正有趣的是這個 也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 shape 的方形 也就是這個方形 那方形把它做大一點 然後 把它的邊 弄複雜一點 會變這個 然後 把它的每一個面 都貼上一個 動態GIF 然後它就會變得 看起來很帥的樣子 然後其實也沒有什麼 如果你去看它Source Code的話 OK 那Anyway 這邊就要自己摸了 好 略過 略過 OK 所以GIF的裡面 裡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可是 我建議先把上面的玩完 那再來是嚴重的話題 就是 XSS XSS 我有說過 千萬不要讓人家玩 不然 人家很多東西都會被流出去 甚至它可以幫你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幫你改名稱 幫你送東西 偷你的個資 然後再傳到別的網上去 然後 eTag 我講過 那ContentType 是 有一個特殊名詞 叫做 mine mime 然後 這個東西 就很有趣 因為裡面 有一些編碼可以看 比如說 我們的 json也在裡面 欸 裡面有json allocation Anyway 這邊可以訂大約的東西 比如說json json好像是訂 那個 upstream 還是什麼 object 然後比如說 pdf 甚至你上傳圖片的話 這些東西都會帶 然後 任何一個封包裡面 其實也都有 比如說 看一下 重新整理 network 的 喔 比如說 欸 這邊有個ICO 然後裡面就會回一個 這個 這就是剛剛看 trive 其實對應到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有人訂了一大票 然後後來又擴增越來越多 好 好 那 最後 應該沒了 我看一下 OK 那 對一下的demo 略過 那 demo一些我可以demo的作品 因為這些demo 無關緊要 我大概講一下 DTMF DTMF 其實很有趣就是 它是一個雙頻音 如果你去查DTMF DTMF 它其實就是 電話 那電話通知會發出雙頻音來 然後你可以按一下 OK 那它當然有時候會有誤判或是判讀不到的情況 因為這個Library還在實驗中 那 欸 它真的噴了嗎 有啦 它有時候會Walk 那這邊其實是有聲傳輸 其實就是 欸 我的喇叭發出一個聲音之後 由我的麥克風接收 然後接收到是這個 所以喇叭跟麥克風本身是 欸 不一樣的 那它也有一些有趣的東西可以玩 OK Anyway它就是DTMF 那 所以JOSQ 本身可以控制音頻 跟甚至連 那個什麼 麥克風也都可以聽 然後 MinguDance這是舊的 那 這邊要講一下 我很討厭 Firefox的一些政策 因為Firefox裡面有很多的內鬥的產生 那 我其實很喜歡一個格式 它叫做 WebP 可能有一些人聽過 有個東西叫做 WebM 它是一個影片格式 可是 欸 Google提出這個影片格式 被大家所採用 包括Firefox都採用 可是Google 提的第二個東西叫做 WebP 可是Firefox卻沒有採用 因為 我大概說一下 左邊這一張是 JPG 那JPG 本身 不支援透明圖層 可是它支援很多色彩 所以 用JPG做的話 會比較漂亮 右邊這一張 GIF GIF 它的特點 就是它是用Index Color 也就是索影色 那索影色最多支援到256色 其中包含了一個索影色 就是透明色 所以它不支援Alpha層 那 這邊的就很尷尬 因為它只有支援一個透明色 那它的透明就不漂亮 再來是PNG24 PNG24 PNG8跟PNG24 PNG8其實就是GIF 一模一樣 那PNG24不支援壓縮 那 所以它檔案通常都很大 可是它支援Alpha層 所以 它的透明可以看起來很漂亮 那 再一次 我剛剛所說的WebP 我非常之 我非常希望這個東西可以統治全世界 可是 目前把Fox打死都不支援 因為 他們看到後面 他們就說 欸 因為WebP是Google出的 所以他媽的 我們就不想支援 然後所以就不支援 那WebP有一些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說它本身是一個影像格式 它本身支援 破壞性壓縮 跟非破壞性壓縮 然後其中 破壞性壓縮跟非破壞性壓縮 同時都支援Alpha層 也就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 JPG 本身 JPG本身 欸 可以壓縮 而且壓縮都還蠻漂亮的 而且本身有透明度的狀況 好 Anyway 欸不管了 反正WebP 我希望我這輩子可以看到它 能統治全世界 或是相對的能統治全世界 那 然後 這邊就是做 那個什麼 演算法 的處理 那首先是 這邊是 不能透明的 JPG 然後這邊是 可以透明 可是它只有黑白的GIF 那兩張去做類似 Photoshop 的遮罩處理 然後變成下面這一張 也就是很漂亮 已經Key完了 那下面這邊就有點中二了 反正是說 測試 透明效果 然後 這幾張應該差不多 對 然後這邊有三個 透明 那個什麼 高絲模糊 所以可以看到它模糊的樣子 然後這邊一樣 那只不過左邊 這邊是用那個 box border 所以它看起來會怪怪的 就是方形的 然後這邊是說高4 所以高4會比較漂亮一點 那 這邊的演算法很有趣的 就是說 它其實是用 它其實是用 Java那邊PO過來 那Java那邊PO過來 程式有個特點 其實就是把 所有變數前面的 比如說int Booling 全部都用VAR VAR三個字 就是int 改成VAR 那大概就可以PO出80%以上的code 因為 Java Java的寫法就是有分 有 有強行別 那Java Java 本身是弱行別 所以你就把行別拿掉 大概就OK了 好 那 Mikus 這邊好像要用Safari Safari 我記得 試試看 先用Safari 有了 這是之前做的 這就是 唯2D效果 就是 很像Mikus在一個草原上面 可以 好 這是之前做的 因為 後來 Clone好像把資源度拿掉 Index Page 這一頁在玩 那個什麼 在玩一些CSS特效 那這邊有用 我看一下是不是有用 對 這邊有用GreenSar 的東西 那什麼是GreenSar 首先 先看一下 你會發覺它非常順善 可是它其實是純CSS 那純CSS 裡面有一個很強的東西 就是 這個 然後它有多強 強到就是 你看起來很像 不是影片 它其實是 一堆 CSS 動所產生的 那 欸 它好像要跑光才可以 欸 讓我動 好算了 你先跑 那 它其實是做的做法是 CSS 後來出來的一個東西 叫做 全時縫 全時縫可以去做 全時縫 3D 跟2D 的轉換 那全時縫系列 有個特點 就是說它不會 修改 動的位移 那 傳統有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 當我要改變這個 這個 圖片的位置的時候 比如說我用Ups 或什麼東西 它其實這個動 會影響到別的動 所以它 Promomers很慢 原因是因為 瀏覽器要去做 它的位移 或是什麼東西 換算 因為它一個 牽引法會動捐身 那 可是 以這個東西來做的話 它卻不會 它卻不會 因為 它就是一堆的動作完成 比如說 這個 那它真正的位置 其實不在 可能不在這邊 它可能全部都塞在 左上表 比較少角落 那 所以 所以 因為它不會改變它的 原始位置去影響別人 而是 針對它的顯示方面來做 它其實就可以做得很快 再來是 因為它用的是 那個什麼 CSS 全縫 系列 所以它可以針對 顯示卡的方面去做加速 所以這邊的速度就會 非常之順暢 然後 這邊是做 CSS 全縫 所以這邊順暢 也是一樣的 完完全全一樣的意思 好 然後 還有什麼 這邊是做很可愛的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拼豆編輯器 所以 按按按按按按 然後 後面這邊 按按按按按 然後上面這邊 按按按按按按 這邊改 0.5 因為它本身有透明度 OK 你會發覺它其實是有透明度的 然後 對 這邊是有透明度 然後 然後它甚至可以直接存檔 那 欸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遊戲 在我聽了一個遊戲的 那個什麼 演講之後 它叫做 Space Cube 然後 這個遊戲很好玩 就是說它可以有類似這種編輯器 然後 它其實一樣就是16層 應該16層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編 然後一層一層疊 然後每一層給它一個顏色 然後 最終就可以 弄出你的模型 然後你就可以拿你模型去做射擊啊 打怪獸的動作 就類似這樣子 它其實是一個太空遊戲 台灣人做的齁 那之後就是開發遊戲的新專喜樂史 那其實就略過 那其實就略過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它的局限畫系 然後 你其實可以念準突變 那甚至分析影像 然後 欸 不能貼在這邊 好啦 因為存下來之後它其實會是透明的 因為它這邊本身透明 只不過它不會再動 因為它畢竟已經很像 好 然後還有什麼 這是PixelEdit 那其實後來被我抓來做Pindle評寄器 那什麼Pindle Pindle Pindle就是 那個 夜市在賣的那個可愛的Pindle 就類似這種東西 好 然後 還有什麼 我的 這些先綠果 因為我記得 好像這些都測試用了 然後 然後 喔 這個是我之前有說 IconMove那邊包的一個字型 然後 MAN 這是一些測試吧 我記得 MAN這邊是做Random 也就是它其實裡面有兩張圖片 一張是WLP 一張是Png24 可是我需要讓它 去自動載入不同的圖片 很像Facebook之前曾經有嘗試過 那個 這個不會動 它其實會動 我看一下 先算好了 因為它會鞠躬 那 20這邊就是做一些CSS的效果 它其實就是一堆的字型可以環繞之後這個地球 然後把每個東西 其實它就是 中心點定在中間 然後 再把轉角往外一灑 其實就可以環繞起來 不用去算它的X5跟Y軸 對 它就直接灑出去 然後 PuPu 略過 因為這個東西還沒有完成 然後 QR Code QR Code 要找一個東西 就是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打字 然後我可以上一張圖片 它就可以有完整的QR Code 那這邊有個特殊點就是 因為CANVAS 2D之後可以算出 整張圖的任何一個X跟Y的RGBA 也就是 紅藍綠跟透明層的數值 所以我就可以針對每一個的Box去算它的灰階程度 那所以你會發覺這邊的 白 這一塊會比較黑 就是黑色的部分比較黑 可是這一塊其實不太黑 這張圖不是很好 這個比較黑 可是這個不太黑 因為它平均的灰階已經到滿深的 所以這個就不用再補色 那白色的話 像這個不夠白 可是這邊非常的白 原因也一樣 那這個東西就會非常非常的好少 那 Anyway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演算法 就是 QR Code之後 然後 取得每個點的 每個點的 數值之後 再去做一些換算 然後我就需要算這張圖的 每一個 每一個小曲型的匯積程度 然後再累加 然後再把這個大圖 填進去就好 還有什麼 看一下 QR Code Snowman剛剛看過 這真的很可愛 然後 欸 這什麼 單純一個可以亂丟的東西 CGO 這個是 之前裝可愛的 灑滿蔥花系列 這個東西可以 拉近你的書籤列 然後到處都可以灑蔥花 那這是我做的三粒版本 其實就是 欸 剛剛的那個 Shutter的那個大球 然後只不過 這邊有個 旁邊碎碎的原因 是因為球的Size 很多球的Size 不一樣 有大有的小 所以旁邊就看起來會碎碎的 也會比較好看 OK 那這是今天的課程 差不多就這樣子 啊 要講兩次好累喔 好 結束 兩小時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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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